核桃除了常规嫁接方式 其实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嫁接方法 它就是香蕉式嫁接法 听起来是不是很新鲜的叫法 它的嫁接叫法之所以叫香蕉嫁接法 因为在嫁接过程中 榛木包皮如包香蕉皮一样一片一片包下来 这种嫁接方法在春夏秋三个季节都可以使用 因其碎针接触面广 所以嫁接成活率可以达到百分之百 缺点就是适用果树范围比较狭窄 只适用于比较容易包皮的果树 还有个缺点就是 结碎和针木要相差不大 对于大规模嫁接的一般不采用 只适合家庭式嫁接 但对于新手来说 其实是很适合的 不怕嫁接不成功 你只管大胆去嫁接 成活率基本没有问题 你只管大胆去嫁接的刀场 反反复复为镜子而思量 听听走走追忆美好的时光 无奈岁月让白发苍苍 在这人生的刀场 看尽世间的悲凉 一步冠绵苍狂 装人磨勾扬 在这人生的刀场 谁不想风风光光 却有人只能在回忆里迷茫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